诶 诶 老牛 小孟 你这儿混得太惨了吧 老牛啊 好多年都没见到 上学那会儿你样样比我强 没想到啊 现在都会成这样了 还敢来车车重叶聚会 宝安 宝安 老牛 你怎么也变成这样了 怎么样了 现在这时机就这样 刘总 孟少 你们都在啊 诶 陈欣 你也来了 我们学机会嘛 就应该开心一点 走 我们一起进去吧 刘总来了 来来来 快到这边走 好 刘总 你怎么把他也带来了 我会带他 我现在丢人还来不及呢 不是 小强 你们什么意思啊 陈欣 这哪有你说话的份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你看看他 穿的像什么样 各位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哎呦 这不是我们称的富婆嘛 呦 富婆 你今天可来的有点晚啊 哎 真的不好意思 我老公他又忙 这不 刚出时间送我过来 这老公叫的呦 你那老公得有五六十了吧 哎 年不年纪的无所谓 有钱就行了嘛 也是 别想小梦 混成那个德性了 还能参加同学聚会 你也太瞧不起人了吧 这是发小聚会 就算我混得不好 难道我就不能来了吗 哎呦 还有脾气了 还真把自己当大哥了 自己几丁几两 没点数吗 谁说不是呀 你看看在座的各位 哪一个不比你山 就是 就拿刘总来说 他可是米莱集团分公司的总经理 米莱集团 对了 这次签约的事 还多亏了蒋总 那都不是事 不过 这次收购的事 我跟上面报的可是一千万 你可千万别说漏了嘴 嗯 那肯定的肯定的 什么 还有这样的事 你闭嘴巴香巴佬 关你什么事啊 你们这是诈骗犯法咒 知道吗 什么 给你脸是吧 这种场合 有你说话的份吗 失去的 赶紧给我滚 走 s 赶紧xtures